光丰地区农会用农产加工品红糯米 树豆乖乖系列产品成功征服了美国的味蕾 一位美商日前到光复游玩品尝到红糯米和树豆乖乖之后 惊为天人 回美国之前他购买100箱来解馋 不料近日农会超市再接到这位美商来店说 还要再订购100箱 农会受宠若惊 由于产量有限 目前正在积极赶货当中 充满原住民风格包装的红糯米 以及树豆乖乖 陈列架上立刻吸引消费者来购买 这是光丰地区农会目前最夯的农产加工品之一 我们光丰地区农会利用我们在地的食材 来做多元加值的一些加工品 我们农会是希望说 透过以在地的食材 安全健康的食材 来跟我们的一些大企业厂商来合作 希望能够加值增加农民的收益 光丰地区农会在农粮署东区分署的协助下 从2017年和国内知名食品大厂合作 以太巴朗在地生产的红糯米为食材 推出红糯米乖乖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后续相继推出了满滩树豆乖乖 销售成绩不错 甚至也成功征服了美国的味蕾 我们的外销的情形呢 我们最主要是外销到美国啦 就是有一次这个贸易商市 刚好到我们公共超市来看的时候 刚好发现我们可乐果 不是我们的乖乖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就试卖了第一批 一百箱也就销售完毕 现在最近将继续配送第二批的一百箱 这位美商再度向农会超市下单订购一百箱 让农会有些措手不及 因为目前产量有限 也正积极地向食品大厂赶货当中 于所推出的农产加工食品 都相当受到消费市场的青睐 官方地区农会也在去年2021年 在农粮署冬区分署的牵线见证下 和本土知名的莲华食品大厂 签订MOU合作备忘录 以在地产销绿绿黄豆为原料 推出大豆可乐果 共同打造在地炸粮的 经济产业性价值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